取缔 跑给警察追 凌晨一对男女开车行进台中市区 疑似违规警方上前拦查时 他们不但拒绝盘查还加速逃逸 双方在追逐的过程当中 男子还差点撞到了一辆计程车 最后冲撞到路灯才停下来 原警发现一辆小车车违规上前拦查 没想到驾驶不但不停还加速逃逸 双方拒绝了将近200公尺 过程中还差点撞上了一辆计程车 最后男子自撞路灯才停了下来 警方调查罗姓男子凌晨1点多 载着一名女性友人149驾 行进台中市区时又闯红灯 被巡逻远警发现 没想到男子心虚落跑 他交通违规闯红灯的部分 要拦检他 他拒检逃逸 撞检了当时 是以为着火 因为那个 也冒出 黑色小车车车头毁损零件掉落 重回现场还看得到路灯感被擦撞了痕迹 当时车头凹陷还冒出烟雾 男子一度大喊快着火了 警方也紧急找来消防队支援 索性最后研判没有火烧车的疑虑 男子和女性友人也没有受伤 只是酒驾闯红灯还跑给警察追 这一下子不仅车子撞毁 还得被送办后悔莫及 谢谢你们洪杰明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